电视剧《小女花不器》正在火热的更新中, 花不器原本是一个随着九叔四处乞讨的少女, 但是随着他渐渐长大, 背后追捕他们的势力也慢慢地出现。 为了保护花不器, 九叔死在了亲府的手下, 不器被莫若飞带到了京城, 为了验证他圣女的身份, 齐王爷让莫若飞取了他的血, 还亲自来到了莫家见他。 因为齐王妃的死, 陈玉强烈反对花不器入府, 为了顾及儿子的意思, 花不器被齐王爷留在了莫府, 让莫若飞认他做妹妹。 于是,在花不器进入王府之后, 世子陈玉是没少刁难他, 两人一见面就互掐, 渐渐两人在这样的互怼中, 竟然暗生异样的倾诉。 朝夕相处之间, 花不器还知道了, 陈玉就是林依克的真实身份, 让花不器对陈玉更加充满了好感。 就在两人感情刚要好转之时, 花不器竟然意外听到了 齐王爷的阴谋诡计, 花不器为了保命, 决定要立马找到自己的真实身世, 花不器跟九叔的遗愿找到了竹先生。 原来竹先生竟是花不器的外公, 是朱家当家人, 为了让花不器离开齐王府, 花不器和外公设计, 让花不器假死。 多年后, 花不器恢复自己的真实身份, 朱家的小姐。 花不器解开自己的身世之谜后, 没过多久, 再次被齐王爷发现。 花不器当着齐王爷的面前, 爆出了二十年前的秘密, 竟让齐王爷后悔痛哭。 花不器说道, 我的母亲离子前亲口承认, 爱的那个人只有你, 可是你却为了权贵放弃了他。 原来齐王爷爱的人是薛飞, 但是薛飞与他人猪胎案结, 才让齐王爷误认为薛飞不爱自己。 其实这都是莫百姓强迫薛飞的, 齐王爷最后得知了薛飞的心意, 后悔已晚。 好了, 就说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